那么从三五的走势里头呢 刚才我们维加同学呢 也要注意到 一个是放量了 略有放量 到我今天搜盘的时候呢 是这个7000亿多一点 7000亿100多亿 略微的放量 略微的放量呢 主要还是市场呢 这个热点本身消耗这个成交量 特别是特斯拉呢 带动资下的新能源这条线 这个对量能的消耗是很大的 你别看这个宁的时代呢 这个成交量不是很大 价格很高 早上的那个奋力高开 还是需要有点勇敢子顶上去的 到五千收盘的时候呢 也套个百分之四 这个呢是需要有人顶上去的 其他呢像这个龙基啊 比亚比亚等等这些 其他呢跟着炒的那些 都是需要自清的 那房地产板块这条线 这么多企业呢一起杀电 这肯定的也有一定的成交量 对吧 然后苹果这条产业链呢 突袭啊 这个突然拉了一下 这肯定也有成交量的一个小号 然后呢我们看茅台五粮一 夹在这当中啊 夹在这当中 走势上面呢 它是比较摇摆的 但是呢能够看到 他也在扮演角色 当宁德这些呢强的时候 那他可能就会稍微的守一守 对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房地产税失点之后呢 后面肯定是消费税 消费税呢 总之对白酒企业来讲 不能说是一件利好吧 但是呢能够看到的在宁德 在高开低走啊 逐渐呢进入到一个抵抗状态的时候 那这个白酒呢 这个下沙呢就没那么厉害 到五坚收盘的时候呢 哎 五粮液还在还拉了一下 还红盘保守啊 还有点对冲的一个效果 跟宁德呢 有时候呢他同步 有时候呢反向 这样反向的时候呢 是通常呢 是维护市场的相对稳定啊 这个同步的时候呢 他强调的就是市场呢 把这个气氛搞起来 他就是一个同向的一个走势 那么医药呢 今天也是市场的看点 医药走到现在呢 确实是越走越难 甚至觉得说医药呢 以前之所以能吵起来 首先呢还是因为板块呢小 板块小 然后里头呢有一些优秀的公司资金呢 很容易呢把它识别出来 然后把它抱住 这样呢他就势不可挡了 那就可以走出呢长流的走势 科创版的推出和创业版的改注式之后 医药板块呢既是收益子 也因为呢来了很多小伙伴 这样的话呢就是稀释了自己 也通过呢这个对比 少了稀缺性 就以前呢你其实你是比较容易装的 你装成你天下第一也问题不大 但是呢你现在多啊 多大家就比了 对吧 公司多了以后呢 你会看到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的都是好的那面 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呢 大家呢就会更多的是看到不好的那面 那么现在市场环境呢 医药呢不是热点 它显然处在一个不算好的环境里头 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更多的是 关注到医药股里头 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疫情之下呢又导致呢 医药股呢 受到的更多的一个饶动 在极彩的背景之下呢 同样也更多的一个饶动 所以呢现在医药股就很难说 你能够把它看成有多好 太多了 三季报来讲呢 就是有两点是有共性的 一个呢就是去年的高激素 因为去年的疫情呢 主要是上半年 到三季报的时候呢 正好是发力的时候 所以普遍的都有高激素的一个问题 这是牙毛也好眼毛也好 第二一个呢就是今年的三季度 刚好呢疫情不严重 但是呢中间有扰动 那你高激素再加上有扰动 就特别容易呢形成在业绩上面 同比不是那么好看 牙毛和眼毛都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第二一个呢从市场走势来看 机构的分歧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看到呢像这个中欧医疗 这个葛兰他是增仓的对吧 但是呢我们看到一放大呢 在医疗板块上面呢 是非常明确的减仓撒跌出去 应该是亏损出去 就后期他们家的这部分 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 CIO的这个门槛很高 因为听起来像是门槛很高 对吧 医学研究辅助 医学研究啊对吧 你听起来高大上 然后再加上要命的打出了 这些天花板 就是接近了世界前几的这种 这种体量和影响力 所以呢CIO呢曾经呢被捧上天 其实CIO的企业数量也比较多 估值呢也很难享受那么高的估值 不过圈内才知道的 企业呢你如果做研发 路子走不太通顺 压力很大 人家会跟你讲说 哎要不你转CIO吧 CIO好点对吧 送别人的钱 然后继续干会好一点 所以其实这里头呢 应该是舆论混账 也不太能够呢持续享受的超发股市 这里头的公司现在数量越来越多 对吧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 这个泰克医疗 算是CIO的鼻祖了 就A股上市公司里头 那今天呢 出现的比较大的 一个发量下面 前段时间它的走势是很坚挺的 对吧 那这个艾尔眼科 艾尔眼科呢在医药股里头呢 低位很高了 因为入血A50嘛 MSCI这个中国A50指数嘛 但是呢 其实单纯从报表来看呢 并没有那么出事 我觉得至少经过这么多年成长到现在这个 这个时候 我觉得从财报上面来看是没什么 没什么吸引人的 因为你同比的那点增长 除了说你正常的做一个成长性的领域里头呢 该有的增长以外 它大量的是采用并购增长 不是内生性增长 对吧 这是有分别的 内生性增长和你这个 道表里就并购 然后形成报表上面的增长 这还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医药医疗板块呢 现在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供应量特别巨大 然后呢 门内呢 已经很齐全 靠讲吸尘性已经讲不过去了 就得看真的是幼中选幼 合理估值 持续成长 这是我们对医药医疗板块的一个看法 就是真的是到了一个 真刀真枪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医药医疗板块 这么一个情况